帥哥之後呢 我們就邀請到 另外一個美女 好 我們邀請議會 來為大家做分享 好 感恩 感恩導師 感恩宇宙天地 感恩太陽公公 還有感恩營運長 那麼也感恩兩位 睿智美麗的鼻子 好像現在這句話很適合 對不對 每次努力的主持人 那在座各位的超馬家人 還有線上的超馬家人 大家晚安 晚安 我是來自中德的玉會 那麼今天呢 非常謝謝 綠珠學姊跟梅妍學姊的邀請 讓玉會有這個機會 真的 真的來好好的謝天 那麼剛剛在這個梅妍姐開場 談到這個被雨打到的這件事情 玉會有一個體悟 什麼體悟呢 玉會今天出門的時候 真的被雨打到了 因為 中永和真的下的雨非常非常的大 那玉會呢也決心說 怕出門 因為有一股壓力 我今天是要來分享的 所以呢才體悟到說 人生真的有壓力 才會有動力 對不對 對 好 那 其實在 今天整個一路走來 整個經營會一路走來 其實我 我心裡有很多的感觸 那麼從剛剛看到的這個前導片呢 我就看到 老師講了一句非常 非常有力的話 那這句話呢 也深深的觸動了玉會的心 那麼同時呢 也是玉會這一路走來 真的很深很深的感觸 老師剛剛有說 只要你心門開 你的改變 你就會真的 遠遠的超過你自己的想像 跟預期 你們有聽到這句話嗎 我相信每個超馬家人 來到這個原地之後 導師的這句話 我覺得都會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感觸 那麼 玉會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 那麼我是呢 在2019年的9月27號 第一次接觸了超級生命面碼這本書 那書呢是由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 台北的秀貞姐呢 轉送給我的 那因為當時呢 他知道玉會是一個非常愛看書的人 但是他不知道 那麼玉會呢 也因為帶著一份好奇心呢 開始去參加了景安站的 景安的這個精英會 那麼當時呢 其實我去參加精英會的時候 聽到每一位家人的分享都是奇蹟 尤其是講到生命很多 身體健康的問題呢 忽然間 整個都奇蹟式的變好了 那 那說真的當時玉會在參加這個精英會的時候 心裡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問號 認為這個是什麼團體啊 怎麼這麼懸而且這麼多的奇蹟 那麼說真的 當時新門完全沒有開 所以在精英會上 所傳述的 所傳送的 所普傳的愛與感恩 以及種種的一些心得 還有分享 玉會其實完全就是左耳聽 右耳又出去了 那麼所以呢 在這樣子一個心態下 那我大概接觸了三四個月的精英會之後 我並沒有認真學習 心門也真的完全沒有打牌 所以我就退轉了 那一直到2021年的7月份 那麼玉會因為環境的關係 而造成玉會產生這個焦慮症 那我的頭抖跟手抖呢 不斷的在那一段時間來產生 那麼 我覺得很幸福的是 我覺得天地給我了一些靈感 那麼讓我呢 重新在生活境當中啊 去想到了 去回想到了 自己曾經在超馬的學習 那麼所以呢 我就在 當時呢 我就 因為自己手抖 頭抖的問題啊 造成很大的衝擊 所以呢 我就決心好好的留在超馬 把心門打開 跟著導師 所教的東西 真的完全聽話造作 每天看書 每天唱歌 然後每天都聽上精英會 那真的很短暫的時間呢 很 自己的身體啊 就是頭抖 手抖的問題 真的得到很大的改善 而且呢 就如同 之前在精英會聽到自己認為 那個是很奇妙的那個奇蹟啊 沒想到真的也發生在優惠的身上 那麼優惠的 身體的狀況呢 也就不要而遇 那麼那個是第一次呢 優惠在超馬所感受到一個 非常震撼的一個 一個學習經驗啊 那麼我想因為時間有限 那我再分享一個 下次可以再來 好 謝謝 謝謝玉珠姐妹邀請 那麼我想我再分享一個就是 其實剛剛舊學長有提到去梅歸園的事情 那麼其實我在今年的年初 有去過一趟玫瑰園 那麼那次玫瑰園其實也 也給我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震撼 那麼我把這個小故事分享給大家 那麼我當時去玫瑰園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我們下午 會上那個營運長的 德香女圓花的讀書會 對不對 那麼那個過程呢 我們就是有做心法 那那一次玫瑰在做心法導師帶影的過程當中 忽然間聞到正正的檀香 那麼在玫瑰心法當中呢 玫瑰是邀請先生進來我們漂亮的這個玫瑰園裡面 那麼很奇妙的這個檀香一直在整個心法的過程當中 一直在玫瑰的嗅覺上不斷的飄香 不斷的飄香 那麼我在那一次做完玫瑰心法之後 我問著隔壁的同學 我說你們剛剛有沒有聞到一股檀香的味道 他說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什麼味道 那麼事情就這樣子回去了 那麼回去之後呢 大概約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先生忽然間跑來找我 他就跟我說 你最近有沒有做什麼事情 還是你們老師有沒有做什麼法 我忽然間看到自己生氣的樣子 就是他所描述的是說 他在另一段時間呢 不斷的去可以去看到他要生氣的那個 他自己的樣子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 但是我把我先生告訴我的話 轉述分享給大家聽 那我身後想一想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就是一個 真的所謂的能量流的一個帶動 我從玫瑰心法 從玫瑰園離開之後 做了玫瑰心法離開之後 帶到了家 這個能量流 這個能量波 不斷的一直延伸到我的家庭裡面 那麼當下 當時呢 就是因為先生呢 在這樣子不斷的去感受到 他自己生氣的那個模樣 其實他不 他覺得那個生氣的模樣是不好的 他自己是不喜歡的 那講到這個部分 我必須要再倒帶一下 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先生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男人主義 而且他是一個非常霸道專制的一個男性 那他是用這樣的方式去表達他的陽剛 那所以呢其實 我先生其實並不需要開口罵人 他只要表情一直來 我們大家都像小老鼠看到貓一樣 趕快躲起來 那麼所以先生其實是一個 在別人的口中 其實他是一個擁有所謂的黑道大哥的外型 然後呢 卻保有警察的那個正義心 那麼所以我先生其實是一個脾氣並不好 知道這個職業 職業又是不是可以到大陸 不是 我先生的職業是在金融業上班 那其實經過去美根園回來之後 我先生不斷不斷的有那樣子的感受 而且他一次又一次的告訴我說 我又看到我自己要發脾氣的樣子 我覺得我不喜歡那個樣子 那麼從那一次以後 我發現我先生的性情有了非常大的一個改變 那麼他慢慢呢也開始會去反求租景 他開始慢慢知道他自己的過往 有很多的情緒上的反應 以及對人的一個互動的方式 其實真的並不正確 那麼我很感恩在超馬這段時間的修行 那麼我相信這份能量呢 讓我跟先生的一個感情生活也好 包括親子關係也好 我覺得都有非常大的進步跟突破 那我從先生這個改變的一個過程 我也真的深深體會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就如同老師常常講的 要或不要 如果我們真的能夠真心的去面對我們過去 種種的那些錯誤跟偏差的行為也好 作為也好 我覺得只要真的真心的一步一步 我們要你們願意去做好了 就像剛剛立竹姐不斷在鼓勵我們大家的就是 反正做了就對了 那麼我覺得但是這些做了就對的這個 做了就對的這些事情 基本上我覺得還真的是需要碰到非常正確的系統 跟正確的民視來跟我們做引導 好 那麼我今天其實還很想分享 運會最近的一個非常讓運會震撼的奇跡 因為運會過去的耳鳴問題 造成運會在區域上很大的衝擊 但是經過一兩個月的這個整個運轉之後 運會的耳鳴已經不要而喻 而且全然好人 因為時間真的有限 那這個過程我覺得是一個 這個過程我覺得真的是給我人生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教育的教材 能夠讓我真的對我自己 看待我未來的人生的很多心態跟想法 我覺得都有很大的注入很大的能量 跟注入很多的力量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今天不分享了 我想下次如果真的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做到 下次再邀約 今天時間真的有限 今天很謝謝大家 好的 我們要邀請 祝福大家真的要幸福圓滿 好好的跟頂超 那大家群聚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能量的重真真的太棒了 謝謝 好的 感恩 運會 精采的分享 謝謝